劳力士崩盘了 这堪热闹不嫌势大 其实要我说 早晚得崩 在年前一直到春节的时候 我就把我手上的这种热炒款 尤其是像这种云文乐 全金迪 金娇迪 我陆陆续续都出掉了 包括到薄金迪120多万 我也出掉了 原因很简单 我很喜欢劳力士 劳力士也是在全球流通的 各方面口碑都非常强悍的品牌 但不代表 它能一夜之间涨七八万 一个小时涨一贯 不代表我能够接受它这种暴涨 在这后面一定是有资本的助力 说简单点就是 劳力士的产量在这里 它跟鹦鹉罗不一样 白达菲利一年只做那么两三万只表 分到运动款到症状款 每一款型号之后 它的产量就非常的小了 而劳力士是做大几十万只 甚至是上百万只 它一旦一季都放货 是不可能撑得起这么高的价格的 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余文乐 二十多万的时候 我说香 三十多万的时候 我也说很香 但是过了四十万了 我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 你包括这个可乐圈 十多万的时候我觉得可以 二十多万的时候 那就不太行了 当然了 你说白金陨石盘可以吧 那个可以 因为那只陨石盘面的可乐圈 它的量非常少 去年有很多表 在我这里是四十万左右就能定到 现在是稳定在了七八十万了 但是最重要的 这种金交底 动不动就四五十万 高的时候到了五十万了 你说怎么能不崩 包括前面有讲过的绿金底 大几十万 OK没问题 上百万了 你也去接这个盘 劳力士的定位和产量在这里 你再怎么吵 最终还是要客户来接盘 这个客户不是表商 一定是具体到买表的个人消费者 是他觉得OK 有人接盘 他的价格才有的支撑 你光是表商之间 把它炒得那么高 炒得那么离谱 到最后顾客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 接受不了 没人接盘的话 你要怎么办呢 有两种选择 要么割肉出 价格就会踩踏雪崩一样的往下垮 你要么就套牢了 砸手里了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高位接盘的消费者 也包括很多二级表商 这一波肯定是有很多人要亏钱的 所以这个东西在我的概念里 没有执掌不跌的 但是在未来 这一年或是未来的几年 整体的这个万表市场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看好 包括到从我现在来看 我觉得只是短时间这种热炒的 劳力士部分型号在崩 而不是整体的劳力士在崩 你就比如说刚才有提到的 陨石盘面的可乐圈 这种它就不会怎么崩 因为它总体的量比较少 而且我刚才也说过了 如果你能够一个小时涨一万 一天涨七八万 你就能够一天 一个十万左右 因为它是把未来的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这个万表的行情 一下子给透支了 就因为资本助力 它热炒某一个型号 到了一定的情况 就会抛货 获利 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表上不谈 作为我们万表的消费者 你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韭菜 没有必要去占这个岗 去接这个盘 所以在我的节目里面 我就反复的强调 对于那种热炒的表款 最好不要去碰它 不要去冒这个险 我的建议是观望 等它回调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再去出手 当然了 我以于文乐取个例子 三十多万涨到四五十万 那你就要观望一下 看划不划的来了 但是它不存在 还说跌到二十多万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它回调到了四十万以内 三十多万这个正常的价位段的话 能不能买 能买我觉得没问题 如果你手上有劳力士 现在这种热炒款 涨得很高了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 你本身不会经常的去佩戴它 压根就不怎么感冒 那么可以逢高出 没毛病 因为最近的这个行情 可能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很难回到目前这个高点了 而且资本 不管是个人小资本 还是某种利益集团的大资本 它一定还是会在这个万表领域 继续扎根的 因为这几年 这么欣欣向荣 这么热闹的万表行情 恐怕是排在了90% 甚至是99%的行业之上 它的确是很好的 随着我们这个货币的增发贬值 优质的全球可流通的资产变少 真正的硬通货的万表 在里面一定包含了大部分的老利息 那么资本只是炒这么一个型号 它挣了这么多钱还获了利 它可能还会去炒别的型号 或是别的品牌 别的系列 别的某一款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黄像的26331 比如说某一款15楼 或者说现在价格看着很一般的 没那么起来的 Richamel 那么当资本出来某一个型号的时候 它割了韭菜以后 又回头来炒某一款 同样的道理 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有预算足够喜欢 不是不能买 而是短时间这种暴涨款 需要留一个心眼 你可以观望观望 等它回落了稳定的再说 早买一天晚买一天也没有关系 不是说等它回落了 你买了之后就挣了这个钱 而是以花更小的代价 买到自己喜欢的 会长期持有的一支万表 何而不为呢 包括到春节前后 我把我的一批经劳 在相对高的价位段都除掉了 我也不后悔 因为年后会更高 但是我觉得心里不安 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受不了 我会把这些个预算 拿去买百大菲力 朗格的正装表 你像是5205 524这种大品牌高颜值 相对价格挖地 这样去选择 这种思路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未来几个月 甚至几年 我依然看好整体的 万表领域的行情 只是通过这一步劳力 是这种疯狂的走势 现在可能要崩盘了 如果你去当投资 去追这个高 那就有风险了 你越想赢利 风险就越大 就是人性 很难去战胜它 还是要理性地 把它当作奢侈品消费 可能反而未来很多年 回头再来看 还能再给你一个惊喜